这是一个石裙 形状就像裙子 裙是石头 这里是裙口 这种样子的石头 会不会是徐呢 我们到旁边观察 这是石裙后面的石头 这是右手边的山顶 这里有一个凹槽 这种地貌 这个裙口 是不是徐呢 这是站在稍允的位置 观察石裙 这是裙口 这是左边的裙子 这是右边的裙子 这是后面 这个石封 正对后面 运输 还有一个金封 如果这个穴位成立的话 后面石封对出去 还要背一个金封 我们看裙子 我们看裙命的草案是什么样 这是裙命的岸山 岸山的正顶 和后面的金封的正顶 和裙口 和裙口这个位置 三顶成一条直性 所以这个裙口 如果是真学的话 就是一种怪节 这是近距离观察 后面是石脉 这是裙口 这是左手边的石根 这是右手边的石根 石头 这是裙口 这样看 学的特征非常明显 这是裙口里观察 裙命 是这个山峰 长弧形的山体 这个山体就是岸山 这是左边和左裙方 岸树有金封和云封 关护 这是后面 后面的山峰 这是石裙 左边的石裙 这是后面 这是右边的石裙 左边的石裙 要长一点 右边的石裙 要短一点 这是右边的情况 这是右裙方的情况 回到正裙方 再细细地扰拍一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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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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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群口是徐位 但是是一个小学不大 并且也算是一种怪节 怪学 大家认为这个徐位存不存略 欢迎大家留言探讨 喜欢的朋友顶各红星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